OK 不過這個是下禮拜講的 再來就是這個練習 比如說命名 剛剛講過非常重要的那個命名 因為以後像有一個什麼配股數量表 什麼什麼一堆的 以後如果說你要一個個慢慢做 你真的會光查表你就查到昏倒 所以先把它重新命名 以後的話按F3 就可以知道C1是這個 G1是這個 那這個範圍 那這一題其實蠻複雜的 但是如果你用名稱定義的話 很快就可以把結果算出來 因為這一題的話是額外的 那這一題在配股數量表這一題 這個是做完的 本來這些都不存在 這些都不存在 這個範圍的資料要自己算出來的 當然做完之後你也可以怎麼樣 再做按鈕按個計算 自動幫你做完 按個清楚 以後的話就按個按鈕 你的工作就解決了 那下一次又有新的資料 再把它清掉 再做個計算 這樣是會最美好的 不過當然你要按部就班把這些做完 OK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下個禮拜再來看這個 兩題綜合練習題 那今天的話只是把前面的這幾個函數 先跟各位做說明 那當然查詢的功能 當然還不止這些 如果你要做一個進階的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有大量資料 你要做什麼類似像Google一樣 Google不是下一個關鍵字的 可以把資料幫你帶出來 你以往都會用資料庫來做 可能用SS 就CCO Server那些 但是在ECL能不能做出一樣的結果 當然可以 會不會很慢 不會 輸入關鍵字 按個確定 都幫你查出來了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比較簡單 我想後面會再跟各位說明 當然我給你們方法都很簡單 而且都有步驟 123你就照表操課吧 反正就是這樣 123456 好做出來了 而且會給你們完成的東西 那你們就是 以後就把它 一樣化葫蘆 當成範本 套一下 又一個查詢系統 以後你要查什麼 很快就查出來了 所以 像有些時候 在 比如說什麼 當個幕僚 其實像常常老闆會跟你要資料 對不對 你就把它做很多查詢系統 他跟你要什麼 等一下我Key一下 好 我告訴你 比如說 我們公司 哪個 哪 哪些產品最受歡迎 前三名是哪三個 怎麼辦 呆掉了 很簡單 做個查詢系統 查哪些銷售量最高的 馬上就知道 哪些業務人員 業績最好 對不對 都有資料 你就馬上資料 做成一個查詢系統 馬上你要什麼 就馬上告訴你 對不對 甚至還可以放在雲端上面 雲端上也可以 你在外面也可以馬上查得到 哇 那這樣戰鬥力就非常的足夠了 對不對 你要什麼 其實我現在就是這樣做了 很多資料我都放雲端上 我人在外面也沒關係 反正我一打開 看一下雲端上面的哪一個試算表 以前放資料庫的 現在放資料庫還很麻煩 現在放雲端試算表 打開就可以看到了 很方便 這是我的心得 以前要架Server 現在就盡量不要架Server 為什麼 因為雲端上都可以 把很多功能都取代掉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給各位參考